一到天热就没有什么胃壳的姐妹 今天我给你们整一点夏日开胃小零食吃吃吧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菠萝梅片 其实我买过很多种口味的梅片 但是我尤其喜欢吃菠萝的 因为它咬起来真的有一股很大的菠萝味 就是这样小小的一片 然后我下午没有精神的时候我就吃一片 哇 感觉一下就来神了 因为它特别的酸 但是这个口味会比单纯的梅片要好一点点 没有那么那么酸 大多数人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个尤其他的口感呢 会比较像软一点的果丹皮 我觉得口感还算不错的 只不过这样一瓶真的有点太小了 没错 嘴巴没有味道或者追剧的时候 随便一下一瓶就卸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爱吃酸甜口的姐妹 这个可以试一试 那下一个呢就是真正的果丹皮 只不过这个是新疆伊犁的果丹皮 它这个好吃的点是在于它是纯水果制作的 我拿一个原味的给你们看看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苹果口味的 因为它所有的配料表里面的配料 只有苹果 真的非常的干净 所以老人小孩育妈妈全都可以吃 而且它也非常多的口味 我自己其实各个口味都吃过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莓果口味 你看这个树莓口味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紫滋的 就咬下去有一种 咯滋咯滋的奇妙感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重点是这个不像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山楂味的果丹皮 是需要含一下然后再嚼的嘛 这个口感会比较软了一点 所以非常适合老人或小朋友来吃 而且它是这样小包装 放到包里也很方便 平时吃起来也很健康 下一个呢 是我近期回购的果腐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广西的酸液 所以我当时找了很多广西的这种果干 我尤其喜欢吃的是这个椒盐味的芒果干 但是有给很多朋友安利过 他们就是完全接受不了 但是喜欢吃的人真的是爱到要腻 给你看一下 它都是很绿的包装 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而且这个呢 就是撒了很多的辣椒跟椒 你一听这个感觉像是黑暗料理 对不对 但其实非常好吃 第一口咬下去呢 是有很辣的感觉 就会在你舌尖爆开 然后你再嚼就是有那种 咸咸酸酸的口感出来了 就整个很复合 我觉得口感蛮奇妙的 因为我自己爱吃酸液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酸液那种感觉是很类似的 还有他们家有一个是这个蜜菊果干 这个我也是买过很多家 我买过那种完全不添加任何东西的果干 它看起来就是卖相不太好 但是那个对小朋友来说会比较合适 而这个呢是适合我们成年吃的 因为它有添加剂 所以它维持的比较好的卖相 你看它就是这种黄金黄金的感觉 一片拿出来真的会让人很有食欲 有些人会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你不吃新鲜的橘子 但橘子不是每个季季都有得吃的 但是这种果干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 然后它就是这样小小的一片 咬开来之后呢 是没有那种烤得特别干的感觉 中间还略微有一点点流蜜 哇真的是有点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咬下去 我现在嘴巴里面哇我的口水 我的口水现在溢满了我整个口腔 反正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有时这样一包我大概也就睡两天吧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开胃 就如果你爱吃小零食的话 这个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柠檬果干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 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我多年前就吃过这个 然后这么多年断断续续一直都在买 这一款是糖汁的 而且这一家的这个果子啊 它切的会比较厚一点 所以它保留住了比较扎实的口感 一口咬下去哦 真的是满口的果香 而且它那里面是加了糖的 整个的口感不是特别特别酸 所以你想想吃柠檬其实真的太酸了 但是它加了糖之后就综合的刚刚好 而且有时候你想喝柠檬水的话 你就丢一片在里面 既有了糖分 然后又有了柠檬的味道 哇 只不过这个吃的真的是口水直冒 所以这吃的时候感觉哦 突然有一点想吃饭了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种小因素对我来说就是 饭前饭后必备的 那吃了这么多果腐呢 总要来一点喝的吧 下一款呢 就是我很喜欢的这个酸嚼果汁 这个是有气泡的 所以它喝起来会更加的爽 然后更加的清爽一点 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喝的是那种 纯的酸嚼汁 喝起来会比较稠一点 这个口感就是非常非常清爽 我先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真的是 我那天就是一打开 哎呦 全喷到身上了那天 因为那天是干满 然后我吃饭的时候就撒开了 拿一个杯子给你们看看 天性 我这个杯子真的超大呀 你看 满满都是气泡 是不是就很适合夏天 而且冰镇之后更好喝 我这一瓶没有冰镇 喝一个 它这个蚊子就是有股很大的酸嚼味 我之前去三亚的时候 我是吃过那个甜嚼 但是云南这个是酸嚼 哇 吃下去 又是口水溢出了 很少很少 而且这个的成分也还算比较简单的 水 酸嚼 白砂糖 果铺糖浆 和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其实 平时拿来偶尔喝一下 还是不错的吧 下一款呢 东北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吧 这个是野山楂果汁 因为这一款是一个复合果汁 所以它里面既有山楂 也有苹果青汁 口感会更加浓稠一点点 这个当时我是想着 大锅不喜欢喝太酸了 所以就买了这个 稍微有一点点偏甜口 整体喝起来呢 山楂的味道还是挺浓的 但是没有那么那么酸 所以平时你喝的时候 尽量冰镇 或者加一点点冰块 在里面会比较好喝 或者就是吃火锅 吃烤肉的时候就很爽 但是这个唯一有一点 就是它的添加剂 另外多了一丢丢 但没关系 小五成年可以适当喝一点 下一个是我们潮汕特产咸柠檬 我每年都会在冰箱里面 备几瓶这个 我们平时就很喜欢吃烧辣饭嘛 所以每次都会点上一杯咸柠西 那个就是用这个做的 你只是要拿上一颗 放到杯子里面稍微捣碎一下 加上雪碧一户的柠西就好了 喝起来就是咸咸甜甜 很解力很爽的感觉 跟烧辣真的是绝配啊 所以你们平时可以买上一瓶这个 或者也可以直接买它这个柠檬酱 放在里面也很好喝 就这个可以单吃 然后你或者是挤在那种 鼻毛片上 又或者是倒在水里面 冲水都很好喝 好了 这些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 夏日开胃小零食 祝大家都有个好胃口